十几名男子持棍棒互殴甚至砸车 可以清楚听到铝棒敲击的声音 还有双方的叫嚣声 身裂将近一点 两派人马在望高辽附近马路边 二话不说大打出手 有人手中拿着闪闪发亮的棍棒 画面中至少看到有十部车参与斗殴 甚至一度传出有五十部车包围六部车的情况 你有打到了吗 其他路过车辆看到现场大乱斗赶紧回转避开 被打了民众有人逃到派出所报案 有人逃回家里 追打的一方也来到大楼前隔空叫嚣 深夜大吵大闹 还把其他大楼住户给惹火 警方初步调查 这起斗殴事件双方之前就有过节 有人被打破头 这次其中一方在望高辽围堵另一方人马 十棍棒斗殴 至少有五个人受伤纵医 日前的口角纠纷 那他的详细原因 我们目前通知来的人员 他们都变称说是双方不认识 受伤了民众 幸好都没有生命危险 纠纵在大渡山上围车还护殴 打到上新闻 警方也要办到底 要去看吗 既有联恩兵黄众 影台中报道